主任在立法院前是有多個民團 就宣布二零二一年的秋鬥 要即將啟動 更表示雖然疫情警戒當中 難以用大規模集會方式來號召 但是會改以下鄉 行腳的方式來宣講 而今年的秋鬥主軸 將會以反獨裁 護民族 拼公投為理念 要傳遞決民當家作主的信念 並且也呼籲政府 應該要針對這個年底的四大公投 公開資訊 公開辯論 促進民主深化 反獨裁 護民族 拼公投 二十五號在立法院前 由多個民間團體串聯 宣布二零二一年秋鬥即將啟動 而今年秋鬥主軸為 反獨裁 護民族 拼公投 除此之外 秋鬥也將進行為期 一個月的下鄉行腳 預計十一月十三號由平東出發 我們將秉持著去年 反獨株 護藻礁的這樣的一個主軸 今年的秋鬥的方式呢 我們將會從屏東 行腳到臺北 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裡面 我們會沿途宣講 反獨株 護藻礁以及公民投票的理念 針對年底十二月十八號 即將對公投綁大選 萊豬 核四和藻礁這四大項議題 進行公民投票 秋鬥團體強調 公投最大的本質就是大型辯論會 在這次新教的旅途中 也邀請執政黨各地的民意代表 或是公職代表 一起來討論萊豬和藻礁議題 正反方應該要公開資訊 公開辯論來促進民主神話 我們現在在反獨株 反萊豬跟復藻 這個不是這個所謂的朝野對抗 這是社會的良知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社會 我們所有的人不管是年老的年輕的 還是將來要出生的 該不該吃萊豬 那同樣的藻礁要不要留給我們後世的人 這個是社會的良心 現場的民間團體 更以表演行動劇的方式表達 臺灣政府在由人民做主的四大公投前 必須謙卑退讓 而這次的秋鬥 勞工 環保 和食安的團體代表 將分別表達照顧勞工權益 保護藻礁和反萊豬的訴求 更向行政院長蘇貞昌喊話 有必要下翔針對四大公投做政策說明 用科學證據說話以理說服民眾 原始新聞給他們一股台北市採訪報導 香港 及 Bh as 激活 振押 振押